莫内特展在史博馆登场吸引了很多人去参观 而说起了莫内 他出生在工业革命后最美好的年代 那个时候交通工具火车已经很普及了 这画家可以走出户外来追寻自然光影 也带给大家瞬间美感 1837年法国第一条铁路通车 巴黎的圣扎拉火车站正式启用 1839年摄影术发明 两年后1840年印象派大师莫内出生 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是在工业革命后长大的 他们是坐着火车的一代 他们跟当时保守的没有工业革命的这些评审 他们的视觉经验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要抓快速的光 户外的亮丽的工业革命和人的快速节奏 那当时的主流官方的评审非常保守 看不懂他们的话 不知道他们干嘛画一日出印象画得这么快 火车的速度改变艺术的呈现态度 也造就印象画派的诞生 走出户外用阳光做影线 在画纸记录下瞬间的一刻 于是莫内开始旅行寻找他的新印象 1880年代开始莫内就像猎人一样 不断地寻找能够带来各种新挑战的题材 从意大利到北欧挪威 莫内的旅行写生追求大自然 变化多端的地貌 地理环境和天后 带来全新的刺激与挑战 看尽了千山万水 莫内最后在他一手打造的极维尼花园 已经是看山不只是山 看水不只是水 每一方池都是莫内眼中的小宇宙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